今天來跟各位講一個小故事 故事的開始呢 是在去年喔 我們店呢 附近有一個 有一個斜坡 然後附近有很多的野貓 那當的時候呢 出現了一隻貓 牠叫做我們今天的主角 牠叫做阿炮 然後 阿炮呢 牠是一隻非常非常親人的貓咪 那在 這個名字喔 是去年辟桃 從日本回來的時候 幫牠取的名字 就是我們連環泡的泡 故事開始呢 就是從我們的 今年過年前的時候 那個時候 Happy跟 皮蛋豆腐 他們就是手牽手啊 要回家去看我阿嬤 因為我阿嬤現在年紀大了 然後都在家裡面休息 所以呢 他們幾個孫子輩的呢 就是我們就一起 帶小孩回去看阿嬤 那在路上遇到了阿炮 然後呢 因為阿炮非常的親人 所以Happy啊 皮蛋豆腐 他們就大家玩在一起 然後 小朋友非常非常喜歡牠 阿炮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牠在我們附近的 不管是等車的學生啊 或者是經過路人啊 都非常非常喜歡牠 然後 到今年的過年 初一的時候呢 還是除夕 我們就在店裡面吃團圓飯 所以 林太太有看到我前幾天的線動 就是看到Happy在摸阿炮的影片 所以牠就想去認識一下阿炮 那也是牠們第一次的見面 那第一次見面呢 就是晚上我們吃完飯 就去那邊 順便也帶了幾包小飼料 給阿炮吃 然後呢 稍微認識一下 林太太也跟牠稍微熟悉了一點 所以在初一的時候 我們在吃飯 林太太就已經可以把阿炮抱在身上 阿炮是一隻野貓 牠可以把牠抱在身上 然後抱來我們店裡面呢 大家玩一玩 然後讓Happy摸一摸 因為我們初一在店裡面烤肉 所以大家都覺得 哇!你怎麼可以這麼快 就抱到了阿炮這隻野貓 因為我們印象中的野貓 就是非常的怕人 那阿炮是一隻非常特別親人的貓 然後大年初二我們回到了 林太太的娘家跟我岳父岳母 他們團圓吃飯 大年初三呢 林太太就有一個想法 她就跟我商討過後 決定想說 我們要不要收編阿炮 因為阿炮真的太可愛了 然後又怪那那麼親人的貓咪呢 其實在流浪其實我們也捨不得啦 所以後來我們就帶著籠子 默默的接近阿炮 在大年初三的時候 然後阿炮呢 給林太太摸了幾下 就直接很輕鬆的 抱到了她的懷中 我們就把它收編到我們的那個 巷子裡面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就是全部來講 對我們來講都是一個非常 夢幻快速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接下來就進入第二個階段 進入第二個階段呢 就是我們準備帶阿炮去做一些檢查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養過阿兒的關係 所以我們之後收養的每隻貓 我們都會給他們做一些檢查 包括驗血啊 驗一些疾病啊 然後除蟲啊 什麼有的沒的超音波 基本上該做的都會做 所以那個流程呢 花起來都不便宜 我記得阿炮那一次 光是我們等到年初幾啊 大年初五、初六開工的時候 帶她回去做檢查 大概就是 那一天就噴了 大概六千多塊了 然後呢 在檢查的過程發現她已經懷孕了 所以 又特別繞去動物 就是寵物店呢 去買了一些 孕婦吃的飼料啦 或什麼之類的保養品 所以大概又花了快 六千塊 其實蠻花錢的 但是覺得無所謂 因為 主要就是希望可以讓好好的照顧好她 然後在這個過程呢 我們每天都會去跟阿炮打招呼 嘘寒問暖 每天呢 在這邊喔 先感謝一下我們 零快樂 我們Happy先生 因為 她非常大方的 出讓了她的房間 給阿炮做一個 零食的 不管是 待產房 或者是之後的產房 因為畢竟阿炮是新的貓咪 所以 跟我們家之前的這些貓咪呢 其實還是要先隔離 不管是因為出早 或者是她已經懷孕 然後又不認識啊 怎麼之類的 所以 Happy很願意把她的房間出借給阿炮 我們覺得也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那在這個過程呢 其實就是 如果你們有看我限動就知道 我每天基本上 早中晚都會去跟阿炮打招呼 然後看看她在幹嘛 然後給她補水 纏貓砂換貓砂 然後呢 林太太甚至剛抓到阿炮的第一天 回家就馬上幫她洗澡 而且她說阿炮非常乖 就是非常非常的 可愛的躺在那邊 那阿炮去做產檢呢 也是非常的穩定 連醫生都會說 哇這隻貓真的是天使貓咪 因為 很少看到野貓呢 這麼親人 甚至有的家貓 甚至有的時候照X光 可能都是 或超音波呢 都是會噴的那種 但是阿炮就是不會 對 所以在這一來一往的過程呢 其實對我們來講就是 也蠻習慣 因為我們還有正常的生活跟工作要去做 那直到 前一陣子 我每天都會 早上去叫HAPPY的時候呢 我都會帶 都要順便去阿炮的房間跟她 打聲招呼 說聲早安 打聲招呼 說聲早安 結果呢 那一天打開 我就是例行的跑過去說 阿炮你怎麼今天沒有在那邊聽鳥聲 平常阿炮都會在 陽台的那個窗戶邊聽鳥聲 結果 那一天阿炮他就是睡在箱子裡面 結果我一走過去我就整個嚇傻了 然後趕快找手機 因為 我想要紀錄一下我第一次看到的那一刻 阿炮已經生了 各位 阿炮生了 早上只是來跟他打個招呼 哇 阿炮 恭喜你耶 哇 好可愛喔 我看到阿炮已經生完小孩 然後 整個紙箱呢 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可怕 就是說 會塞塞啊 血淋淋啊 然後什麼黏糊糊之類的 因為阿炮呢 可能在凌晨就生了 所以他把所有的胎盤啊 跟血呢 都吃進去了 然後 把小貓都整理得非常非常的乾淨 所以我當下看到的時候是 阿炮已經是 肚子旁邊就有四隻小貓在那邊 非常非常的感動 我當下呢 我錄完那個限動 我就馬上衝去跟 林太太講這件事情 阿炮生了 阿炮生了 生了 我趕快哭了 現在在 小貓在喝奶 阿炮生了啦 PP 阿炮生了捏 阿炮小寶寶生出來了捏 好感動喔 好感動喔 我剛剛想說 進來跟阿炮打個招呼 他在哪個 那個裡面 阿炮 超棒的 你好棒棒 嗯 嗯 你好棒 阿炮 他在裡面有沒有 等去 一二三 十 哦 你好棒耶 嗯 好感動喔 嗯 你自己生了 好勇敢耶 你自己生了 好感動喔 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 雖然 林太太她在生Happy的時候 我在 餐房 我跟我岳母在餐房 外面等 我聽到Happy的哭聲的時候 我是真的 也是掉眼淚 但是這一次不一樣 因為畢竟在經歷了這一 這一連串的相處 然後加上是第一次呢 貓咪在我們家生小孩 我之前撿到肉肉 撿到阿湯 他們都是貓媽媽 可能肉肉可能是貓媽媽丟掉 或者是遺棄 或者是忘記撿回去的 然後剛好被我撿到的 那阿湯呢 他是貓媽媽特別 咬來我家給我的 所以變成 都已經照顧了一陣子 所以對我來講 看到了母貓 直接生完小貓 就在你面前 那麼小隻 頭超小一顆的 當下真的哭了 然後那一天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動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 就是現在我們 就每天給阿湯吃一些 雞精啊 給他喝一些 吃一些 就是比較補的 東西 那我們昨天呢 也去買了一些 幼貓的奶粉 因為 每天我們都會去量貓咪的體重 然後看有沒有 有一些貓咪是 沒有吃飽的 就是平均 他們現在體重都蠻平均的 所以算還OK 那想說之後呢 就是用幼貓的奶粉 幫阿湯分攤一些 他在就是 餵貓奶的過程 然後呢 給其他小貓呢 可以多一點的營養 大概就是這樣 那之後呢 我們 我會再陸陸續續的 做一些貓咪的紀錄 因為我發現我太久沒有拍貓了 想說還是 因為阿湯 他們現在一家人 進來我們家 那我們家的貓 從原本的六隻 已經變成了十一隻 Double了十一隻 所以呢 OK 我們之後呢 再做一些新的影片 跟各位陸陸續續的分享 那現在呢 就有點頭痛 到底這四隻貓 要叫什麼名字呢 你們覺得呢 好喔喔喔喔喔 好喔喔喔喔喔 快點 去把照片 掉走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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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